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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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起了磨小麦你有没有磨小麦的经历 我知道这个事儿 因为我当时在农村的时候 推过磨 没有推过磨子 我们现在买面粉都直接在超市里 把这个面粉买回家了 但是您看您那个时候直接从地上摘回来的小麦一磨 多天然 多放心吃的 当然那时候也确实很辛苦 黄老师说了这么多 也就要引入我们今天的发明项目 今天这个项目跟磨面粉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它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发明项目呢 我们一起来了解和认识一下 面粉俗称小麦粉 在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 它是人民生活的主要食粮 蒸馒头 包饺子 做面条 家家户户的餐桌上都少不了面粉的身影 早在几千年前 智慧的劳动人民就开始使用石墨 将小麦碾磨成粉 然而人工推磨费时费力 而且出粉效率极低 在当代 我国的广大农村经营磨房的村民 早已放弃石墨 改为机械化的磨面方式 据说能大大的提高磨面的效率 为了了解这新型的磨面方式 我们的记者来到山东省乐林市的一处小型磨房 找到一位拥有十多年磨面经验大姐 转动开关 打开阀门 倒入小麦 原来 这看似简单的磨面工作 也并不轻松 小麦进入磨粉机后 碾磨精细的面粉被筛网筛出 而余下的辅料还需收集 重新倒入磨粉机进行碾磨 这个过程往往要重复三到四次 小麦才算彻底碾磨完成 虽然我们的记者是第一次推磨 但在大姐的指导下 磨刺的面粉还是很不错的 就在记者开心地看着自己劳动成果的时候 在一旁的村民突然提出了异议 您刚才说怎么了 摔开面的 它的温度墨汁的头 温度高有什么问题吗 对 温度高可以吃个硬术 那你还挺挺的吗 高好几个 100度 50度 超过50度就不行 超过50度就不行 原来这位乡亲认为 小麦在碾磨过程中发热 会破坏面粉的面劲度 做出的面粉没有嚼劲 实际情况是否真像这位乡亲所说的那样呢 为此我们找来了一袋一百斤的小麦 将它们全部碾磨成粉 测试开始倒入小麦转动阀门 大姐按照平时的流程熟练的操作着机器 麦泄纷飞 不一会儿的功夫 满满一桶面粉就磨成了 那么温度究竟怎样呢 我看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 大概十分钟的时间 现在也满满一层面粉已经出来了 速度其实还是挺快的 这样要不我们先测一下这第一盆面的这个温度是怎么样 你看吧 以后我们温度还会放 先看一下啊 来来来 现在表面已经四十度了 我看到这边 第一盆面 第二盆面 第一盆面就已经四十度了 那我们现在时间已经过去 已经十一分钟了 那我们就赶紧继续 看看我们后面第二盆面的温度怎么样 机器飞速运转 随着出粉量越来越多 我们的记者也不断的拿温度计对面粉进行测量 眼看温度越来越高 这大姐的心里也开始有些担心了 终于又过了将近二十分钟 满满一袋小麦终于全部磨完了 大姐 这我们最后半桶面粉也磨完了 我看一下这个时间大概是三十分钟的样子 这样我们也测一下这个最后看到这个温度能到多少 好吧 再我看一下已经超过五十度了 这边五十五度 温度一够就面粉就不好吃了 它这一动它哪有不发热的 我有个机子比这个面粉就 我说的温度就低 大哥您说您那边有一个机器可以 就是磨面不发热 对 这就比它那温度低 您听说过有这样的机器 没听说过 要不咱们跟着它去看看去 好那看看先 看看就开始 那刘妹见识见识 发明人苏连生 发明项目 皮心分离 墨粉机 苏连生今年六十岁 几十年前大专毕业的他 进入一家面粉机械厂工作 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家里的全部收入几乎都依靠他 后来机械厂倒闭 而自己也不再是当年那个年轻的小伙子了 在他看来 再找工作 仿佛是不太可能了 但是 一家老小还要靠他养活 没有收入要怎么办呢 由于一直从事面粉机械加工 他发现 现在的大型墨粉厂的设备 虽然先进 出粉的质量很好 但都体型巨大 自己村里的墨房用的小型墨粉机虽然相对的小巧简便 但是碾磨过程中大量发热 对面粉的品质有所影响 那么 有没有一种机器既能满足墨出面粉的品质 又能应用于村里的墨房呢 为此 他隔三差五的都会去村里的墨房 观察传统机器运转情况 经过反复的观察和研究 这机器还真就被他制作出来了 这是 这是您那个 对对 这不是 这不是一掐的 石墨的 叔叔 我看那个刚才大姐说 人这个很像就是以前那个老石墨 这不就是那个石墨 这就是老石墨 老石墨搞成动力的 用电机带着它 穿过去 穿成统 带着坚素器 这个 对 坚素器带着 上面有墨盘 为什么要减速 它这个电机转速高 那个 坚素器转的地 转速地的 把它转速降下来 它的速度比较慢 这样让你 它存热量的 我看这个墨盘 上面有很多这种小圆槽 对对 它冲着槽就出来 那个无料嘛 然后那 这些这个刷子是干嘛的呀 往上剥料的 它叫剥料板 它要把料剥到哪去 剥到这来 剥到这个位置 哦 这有个口 下来 从这上那个圆塞里边 塞出来 这石墨以前的背来都有淘汰的 哦 你说它把这个 就是它把淘汰的东西就拿上来 哦 它这 我对我说不相信的 现在你哈 圆下的石墨都不用了 包着骨子腿 这人太累了 现在你拥有机械化 人都轻松了 现在人们都还原 吃了个健康粉 这点你转 它的转速低 它们摸出粉的好吃 你这个面上也是说大多口感的 大口感相当好 温度低 再看看 你摸一摸 我们看看 好的 好的 原来苏师傅所说的机器 就是将原本的石墨变动化 那么这样一台机器 又是否真的能 摸出面粉呢 倒入小麦 打开电源 这看似笨重的机器 还真就运转起来了 过了一会儿 这面粉就出来了 为什么有防热呢 一盒 不防热 有啥热啊 看防热 不防热 不管用 看防撤在那里 三月撤在那里 看到自己的机器 顺利地摸出面粉 苏师傅还没等高兴 大姐这边就提出了挑战 竟也要测测 苏师傅这台机器 摸出的面粉温度 于是 我们还是找来了 一袋一百斤的小麦 看看 这台机器 摸出来的面粉 温度究竟如何 苏师傅 这边我看 已经十分钟过去了 刚才在大姐那边 也是十分钟测的 要不我们也测一下 咱们这个温度 同样是十分钟 咱们就冲了这么一点面 第一件事 那你 您擦一下 咱们现在这个温度 能到多少 不超过十五度 大姐您认为呢 我认为师傅 子宫还好点 好点 来我们看一下 他能够 一抓动 一得动 他不可能 不超什么样 是吧 来 苏师傅 来来来 你也别干了 咱们一起先看一下 这个温度是多少 来 大姐 看一下 十七度 十七度 比您预料的 还要高两度 这次的温度 虽然比苏师傅 自己预料的十五度 略微高了一些 但是 十七度的面粉温度 也的确要比传统机器 抹出的面粉 逼上不少 那么 苏师傅的这台机器 是否真就解决了 发热的问题呢 我发现这二十多分钟了 那个 要不我们现在再测一下温度 看看 十一度 十一度 温度为什么反而降了呢 刚才 那是太阳晒的 不肯定不 刚才是你感觉 太阳晒到十度多了 要不我们再往后看看 我们把整袋面粉 小麦全部抹完 然后我们再看看 最后的温度能到多少 行 随着测试的继续 抹出的面粉越来越多 又过了三十多分钟 这一百斤小麦 终于要磨完了 苏师傅 咱们这边是不是快完了呀 马上完了 马上完了 我以为 看这个时间 一个小时过去了 那咱们 是不是可以停吗 可以了 这完事就可以了 是吧 可以 停了 那咱们把它关了 然后最后测一下温度 好 咱们正好一块看一下 它最后这盆的温度是多少 这边只有八度九度 这么低的温度 那大姐啊 好像比你预想的要低不少 对 那这样一台机器 您感觉想用吗 这个 这个机器我还不想用 为什么呀 它的效率低 咱做生意的 那个是个开会儿 把开会儿的 咱不退一天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 它的机器不能用啊 没想到 自己精心研制的机器 竟然没能得到 相亲的认可 但是 大姐的话 也不无道理 自己经营墨房 本来就是为了赚钱 自己原本的机器 一天的墨粉量 至少能达到 五六百斤 而如果换了苏师傅的机器 一天连三百斤都摸不到 这降低了一半的效率 自然难以接受 虽然有些沮丧 但苏师傅还是决定 吸取这一次的教训 再试一次 上次 自己只关注了口感的问题 却忽略了效率 怎样可以 即快速的碾碎小麦 又不会使 面粉发热呢 苏师傅找来了 传统机器的墨盘 发现 这种墨盘 是由两个圆锥形金属 相互碾磨 摩擦面积很大 小麦进入墨体后 摩擦面的利用率 并不高 那么 减小摩擦面积 提高摩擦面的利用率 是不是就能降低 生产过程中的热量呢 想到这里 发明人马上着手准备 没过多久 发明人改进后的机器 就完成了 苏师傅你好 您这边 这是 这是您新机器是吧 刚好这机器 发明人的二代墨粉机 改用对滚式碾磨 两个速度不同的墨滚 相对运动 形成摩擦 借助墨滚上交错的尺 将下落的小麦碾 被碾碎 被碾碎的小麦 进入位于机器右侧的圆筛 在圆筛内 毛刷的作用下 碾磨精气的面粉 通过圆筛 进入面粉袋 而未被碾磨完全的辅料 在刮板的推动下 从圆筛的前端 掉入收料桶 为了了解这台新机器的效果 苏师傅决定 再准备一袋 一百斤的小麦 全部碾磨完成后 再看看 面粉的温度如何 倒入小麦 两个对滚快速旋转 这出粉的速度 明显比上一代快了不少 看到自己机器的效果 苏师傅也十分满意 赶紧倒入更多的小麦 碾磨 过筛 出面 一起合成 来来来来 你看看 这个温度 这个温度好像就不太高 不太高 是说 这个就是 咱们不会 它们就不会高 面粉能高 是吧 是吧 对 看来苏师傅对于自己的这台机器真的是信心十足 竟主动要求测试磨头的温度 虽然看上去这温度的确不高 但是这提高了效率的机器 是否真的能通过测试呢 摸完了 摸完了是吧 已经摸完了 那咱们赶紧关机吧 摸完了 我看一下现在时间是28分钟 28分钟多一点 好像还挺快的 那我们要不测一下最后这个温度 咱们看一下 这个是14 15度 15度 这个温度还是挺低的 那这样这个温度 那么因为能达到咱们这个面粉的质量的要求吗 这能播放出来 头盖就得清了 老师 跟我刚才的片子 我们了解到 这个机器发热是直接影响面粉的口感 那么这一次 发明人士如何来把这个机器发热的这个难题给解决掉了呢 因为它磨面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在这个片子里看到了 它开始呢 就是用两个盘 当然它是做成两个锥体 这样去磨的 实际上在磨的过程当中 那个麦子从那个缝进去 两个锥体这么磨 它就相当于我们两只手这样硬搓 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实验 你像我这拿两块塑料板 我就给它压了一提 我这么搓 搓一会儿 搓一会儿 我现在如果把这个温度器的探头加在这儿 你就会看到热了 它们可以上升 因为这种摩擦呢 它是极于生热的 它怎么改的呢 改成了这样两个滚子 这个两个滚子呢 转速不一样 在滚动过程当中 就实现了对这个面粉的研磨 假设这个是面粉 搓在这儿 从这儿就可以磨了 我们看这样 首先它是滚的 这个滚动呢 就是它们之间的这种摩擦力比较小 它对这个麦粒的压力还是照样有的 另外呢 它做成这样一个大滚子 我们看这个滚子转到外边的时候 这些地方它还可以散热 所以这样一种加工方式 使得它这个设备温度上升就不高了 这样对面粉的质量呢 口感就上升了 口感就有比较好的这种结果 所以这个你要是那么磨热了 这个面粉磨出来以后 可能是一种半熟状态 那这个口感肯定是不好的 这个呢 就更接近我们传统的石墨的那种烟磨了 因为传统石墨它转的比较慢 它温度不会升高很多的 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原理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 发明人发明的这台机器 会不会得到它乡亲们的认可呢 我们继续往下了解 虽然在测试中 苏师傅的机器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但是对用惯了传统机器的史大姐来说 这样一台新型墨粉机 它又能否接收呢 约好了比赛时间 苏师傅带着他的机器来到了史大姐家 亲戚们听说 有人做了新的墨粉机要比赛 都充满了好奇 纷纷来到史大姐家 一探究竟 好 那个苏师傅 咱们现在这个机器已经摆好了 是吧 之前跟大姐这个约了这次比赛 现在你这边看是整装待发 大姐 您看它这个机器 你感觉它行吗 我感觉对它这个机器没信心 没信心 还是咱这个追目好 不是吧 用习惯了 用习惯了 大哥 您是跟大姐一块 要来操作机器是吗 对 那今天要跟你举行这场比赛 你感觉咱们能比它快吗 比它肯定快 肯定快 这么有信心 为什么呀 我用的时间太长了 这用多少年了 您用这机器 用了十多年了 十多年了 好 那肯定那是非常熟悉了 是吧 那您感觉这两台机器 您感觉哪个能赢呢 这次 这老机器好 老机器好 对对对 为什么 老机器是用赛场赛场的 它那是个新机器 你也不是 不是他 就是骂情况 我相信这个 老机器的 我感觉还是个新机器好 绝对能赢 为什么呀 那东西都用了几十年了 落后了 已经落后了 一直用的那东西 它就是落后了 我们新发明的东西 新搞的东西 它就觉得比那样有强 是吗 对 这两边都是各有各的观点 是吧 那这样吧 我们今天既然都已经来了 我们就按照之前的约定 我们比一下 然后那个咱们先看看在一小时规定时间内 看看哪边磨的这个小麦更多 行吗 行 你看行吗 那我们要不就各自准备 比赛开始好吗 好对 来 比赛开始 比赛开始 双方都鼓足了干劲 传统队这边 由十大姐夫妻俩 共同操作机器 多年的墨粉经验 加上墨气的配合 这出粉的效率极高 而新机器这边 虽然苏师傅 请来了当年机械厂的老同事 帮助他完成比赛 但两人都已经六十多岁了 这一桶十多斤的小麦来回搬运 看起来并不轻松 不仅如此 比赛才刚开始 这新机器 却不太给老苏面子 哎 叔叔 咱这机怎么停了呀 怎么回事 下降太快了 太快为什么会停啊 这个 马上就停了 这个怎么 马上就停 咱就行了 刚才是因为 因为什么才停下来了 哎 摸摸摸摸摸摸 咱就行行行去就这样啊 有点问题要问一下 让它正常 一会儿就修好 那现在是什么问题 为什么 下了太多了 下了太快了 太快了 下了下的太多 下的太多了 下的太多了 是您太着急了 是吧 这感觉 也太想赢了 快了 那这会儿怎么 修好了 好了 你修好了是吧 硬修好了 这么快 那您赶紧的吧 这次可别下太多了 好 原来 新机器这边的两个人 摸面经验不俗 急于求成 倒入太多小麦 把墨头给堵住了 虽然很快就修好了机器 但是传统队这边 已经摸出了一桶面粉 苏师傅 还能否追得上来呢 机器恢复运转 虽然来回搬运小麦 极其费力 但是为了赢得比赛 苏师傅依然咬牙坚持 压紧没头 这出粉效率越来越高 眼看就要超过传统队 而史大姐这边也毫不示弱 凭借自身经验 一边观察着出粉品质 一边想办法提高效率 我看您一直在扭这个 这是干嘛呀 压得紧点 压紧点 为什么要压紧点 那么压紧点不快嘛 快啊 咱不是落后了嘛 那么快 那你不担心它这个 快了质量就好 那腿肉的保险 压得紧点 不是 没事是吧 肯定口感 还能保证啊 还能保证 两队都在尽量提高出粉效率 那又怕影响了口感 一场治愈力的比拼 愈演愈烈 那么结果究竟如何呢 哎 时间到了 停停停停 现在时间已经到了 都停在了 都停在了 叔叔 这边也停下来了 来 再点 停在了 来 咱们把那个摸好的面粉 都拿到中间来 为了区分两队的面粉 我们分别以两种颜色的绳子 混住面粉袋 红色代表新机器队 而蓝色就是传统机器队 哎 叔叔 您感觉咱们这有多重啊 我这四类子 冰箱的应该是多 应该是多 应该是 您猜 您估计一下 这有多沉 问问老师吧 过过秤就知道了 过过秤就知道 那行 咱们来过过秤看看 75千克的码码 加这个 18 93公斤 93公斤 那大姐 这个 他这边称了一下 这是 93公斤 93公斤 然后那个 你感觉 你这些能有他重吗 差不多呗 最前面 烫的袋子 变得多 烫的袋子 我妈咱们的袋子 那又四了 满满的三袋子 将三个 咱也称称试试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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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看一下这个秤 哦 嗯 同样也是一个 呃 一个50千克的码码 和一个25千克的码码 这边的数字到了 122公斤 这样就是77公斤 可能比苏师傅那边稍微少一点啊 稍微少一点 那个不是问题 那个他一定看口感到这里 哦 看口感 对 您认为咱们的口感上能生涛 我认为口感上能生涛 是吗 那要不我们把这两种小拌拿进去 咱们也做一下 咱们山东有名的这个呛面馒头 好不好 然后也给正好咱们这个村民都在这 然后让大家品尝一下 让他们来评判一下 好的 好的 咱们试试吧 行 那咱们拿点面粉进去 然后 好 来 来 来 虽然在速度上 传统队比新机器队略慢一些 但是史大姐认为 在口感上 自己的面粉一定可以战胜新机器 那么之前苏师傅一直强调的 发热影响口感的问题 是否真的被他解决了呢 这您蒸好 满嘴的蒸好了是吗 蒸好了 好 那个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行 来 下一个 哎呦 哎呦 我这好香啊 这个味道 对 它这个上面这是什么 咱们这个 追摸摸的 这是追摸摸的 对 然后那个 下面的 吃 那边 精神的 哦 这是那个 苏师傅那新机器 摸的 这样 咱们那个 敲不声的 然后带出去吧 然后让他们尝尝 看看他们能不能分辨出来 好不好 好 来 我们把他盗住 哎 什么 来 来 来 馒头出锅了 来 大家过来尝尝 来 这样那个 现在每个人都来我这儿领一双筷子 好吧 然后那个我们都尝一下这两 两层那个馒头 如果感觉哪个好吃 咱们就把筷子直接留在这个锅里边 成吗 来来来 都过来先找我领筷子 香喷喷的馒头出锅了 村民们都围了上来 都想尝尝 到底哪种面粉做出的馒头更好吃一些 您这边感觉哪一个好吃 我感觉这个锐头比较好 颜色也比较好 我投票投这边 没有人认为这个好吃 你认为这个好吃 为什么呢 你为什么说这个好吃 咱们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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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为什么手里这么多筷子 不不不 没费呢 亮哥 两边都投一投 您是感觉两边都挺好吃的 是吧 对 对 好 多会儿 您这怎么还有个半双筷子 这是什么意思 我感觉两边差不多的 都挺好吃的 都挺好吃的 你把你筷子折断了 对 行 好 叔叔和大姐 我们这边那个投票已经结束了 大家也都尝过了 这样我们先数一数 两边这个龙体里的筷子数了 好不好 好 看看哪边多一些 好 来 我们先数一数 好 这边是一双 两双 三双 四双 五双 六 七 八 九 十 哎呦 这还有一个半 也是刚才那 对小哥 那个半双的 这是十双 这个是十个 您拿一下 哎 记一下 好 我们看看这边这龙的投票数 这个一双 两双 三双 四双 五双 六双 七双 八双 八双半 哎呀 这个稍微少一点啊 反正呢 其实两边感觉 势均力敌啊 是吧 算不出 那个 您猜一下 这两楼哪个是您的 嗯 那个 人那次 哪个手 这个是您的 这个投票少的是您的 嗯 人那次 哪个 要手嘛 啊 这个 这个要少 不 突然哪个好点 你还是认为这个投票好是吧 呃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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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 我们公务谜底啊 这 您 您手里这个是谁的 谁的面蒸出来的呢 最多 蒸出来 啊 这是 追墨 就是传统 这大姐 那大姐您太对了 那就是这个就是苏师傅您的了 结果出炉 没想到苏师傅一直自诩的口感 竟没能比过传统机器 这样一台与传统机器效果差不多的发明 又怎能让大姐接受呢 但是苏师傅认为 自己 还是可以再改进一下 我必须得相信办法 你还得相信办法 相信办法 得搞出一个比较 他想进去 对对 发明发明 想进点 想进点 做了想进就 无法收钱 我投你票路 行啊 那好 比赛虽然输了 但是十大姐最后那句话 却十足的鼓励了苏师傅 这一次 说什么 他也要再努力一把 回想之前的比赛 一直想要解决的发热 好像并不是影响口感的唯一因素 之前的比赛中 为了提高出粉效率 他一直将磨头压得很紧 这样小麦的麸皮 大量被碾磨成粉 掺入了面粉当中 我们知道 小麦是由麸皮和麦芯组成 我们平时吃到的面粉 主要是由碾磨麦芯所得 如果在磨面过程中 磨头压得太紧 麸皮就会被大量碾磨成粉 掺入白面粉当中 使做出的面食 口感粗糙 那么 如果能够皮心分离 使麦芯和麸皮 分开碾磨 是不是就能解决这样的问题呢 而且在比赛中 他跟他的老同事 一直来回搬小麦 这对于年轻花甲的苏师傅来说 十分辛苦 那又能否有办法解放人工 自动上料呢 叔叔 这个是您的新机器吗 带着我的新机器 这挺大呀 这高充防御的 高充皮芯防御的 您这个可以皮芯分离 对 那现在是 还需要我们人工往上倒料吗 不用了 人工倒掉 手子里以后 机器自个的循环 现在是可以自动上料 自动的 发明人的三代墨粉机 增加了自动上料和皮芯分离 两大功能 小麦倒入第一除掉仓后 打开仓门 在重力的作用下 掉入下方输料管 位于机器上方的风机 提供吸力 将输料管底部的小麦 吸入管道当中 当小麦通过第一个 沙克龙顶端时 由于自身重力 沿沙克龙下落 位于墨头上方的分料滚 控制小麦 均匀下料 有效地防止了小麦过量倒入 堵住墨头的情况 小麦在经过一块一蔓 两个对滚相互粘磨后 再由风机 吸入第二个沙克龙 进入分心筛 皮芯在这里分离后 敷皮进入第二除掉仓 带二次碾膜 脉芯再次进入管道 经过第三个沙克龙 进入最后一道圆筛 筛出面粉 而鱼下的脉芯进入第三除药舱 带二次碾膜 我们为什么要把这皮分离掉 这皮分出去的意思就是 皮和鲜分开 质量也好 吃的口感也好 那我看这个机器也挺大个的 你这一个人能行吗 一个人很好 行动 第二代要大 你上一个都带两个人 对对 它的这个工艺的 都把麦子倒进去 光来操作去了 调整几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舱门 房门行的 到处减面 那要不咱 你给我们操作一下 然后我看一看 咱们这个机器到底是怎么摸面的 这个方便 好多方便 那这个咱们还要测一下温度吗 不必要的吧 这个温度应该是很低的了 通过防御 通过防御 它降低的温度呢 没有必要的 没必要 那要不您先 您先磨着 我们我看看 一会儿我也测一测 一会儿 行 我也先磨磨看看 行 您先磨着 好的 别看这机器看上去 比前两代都大 但是操作起来 却比前两代省力不少 苏师傅将小麦倒入料仓 在锋利的作用下 小麦自动就进入了碾磨流程 磨碎小麦 分离皮心 分离面粉 二次碾磨 整个过程 只需要调整几个舱门 就可以完成 看来这台机器在增加了自动上料和皮心分离两大功能的同时 还继承了之前两代不发热的优点 出粉效率也很不错 不到半个小时 一把斤小麦就全部也磨完成了 叔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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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 池大姐 你这次怎么办 这次绝对比他好 绝对比他好 你上次也认为比他好 不仅叫他再比一比看看 你还要再跟他比 那不可以吗 好 就有信心了 够有信心了 那要不您再约一约看看 他愿不愿意再跟您比一场 我得约他看看 行 好嘞 创老师发明人虽然经历了上一次的失败 但是并没有就此放弃他对这个机器的改进 那么这次他采用了提芯分离技术 来提升面粉的质量 而且增加了自动上料的功能 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系列的改进的呢 他这里头关键的就是 我们看到他片子里边说的那个沙克龙 这个沙克龙它是一项技术 在这我做了这么一个装置 我们可以看一下 先看一看他这个里边的结构 这里边是一个管子 这有一个进风口 这个进风口呢 从这进风 我在上边给他安了一个出风口 底下是风死的 我现在可以演示一下 你来观察 现在我如果拿一吹风机在这去吹 我如果在这里边 给他装上的是小米 我们吹风以后 你可以看到这个小米进入管子以后 它运动的情况 那它应该是在这儿 这么去转的 我打开吹风机 我们看一下 它是在里头这样旋转的 如果这样竖着放着 它虽然旋转 它要往下掉 垂直落体了 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管子给它竖起来 在这儿呢 还是放上一些小米 把盖给它盖好了 现在我要用风吹 上面给它盖延了 让它封闭 你说这个小米会不会随着风 从这口出来 我们想它会不会出来 它是出不来的 小米到哪去了 都被吹到了管子的底下 你看可以给它盖头 黄老师 这次发明人将原有的机器 变得更加自动化了 那么它磨出的面粉 会不会口感更好呢 我们继续往下了解 第二天 苏师傅一早就来到史大姐家 希望能再跟她比试一场 不料却铺了个空 原来史大姐不仅要经营墨房 自己还要种着农田来维持家园 史大姐 我跟你说 我也研制一个心理的机器 现在你准满意 上次别人还不复 不复 我现在搞的一次 你自动商量的 皮肩粉的 这个机器 擦掉它也好 兑面粉也好 不行 你拿着你的机器 给我的机器咱俩比一比 我这个功夫太 我这个思想太紧 咱俩试试吧 整个机器让你追准 追准皮和你 好 好的 好 好的 思想 好 我把你机器整来吧 由于这一袋机器 不方便搬运 苏师傅只好把机器拆掉 重新组装 这一次 苏师傅不仅希望得到 相亲的认可 还希望能够真正的 帮助石大姐 减轻劳力 大姐 苏师傅这次又拿他这个心机器来跟你进行第二次比赛了 您看他这个大家伙跟上次比赛 你感觉怎么样 目的回不神 我看您这次还是要大哥跟您一块配合着来磨面是吧 对 苏师傅这边您这次自己吗 我自己好 您这次能赢的吗 能 对 上次你也说能 他可吧 但是上次你可是口感上输给他了 这种皮筋分离以后一会 蜜蜜打住蜜蜜出来 提前出去了 这样蜜蜜蜜比较好 皮筋分离了 所以就可能比他那好吃 对对对 是这样吗 对 那问一下咱们后边今天来的观众 你好 您认为今天这两个对比赛哪边会赢 我猜这个心机器会赢 心机器会赢 为什么 对 看着他说这个皮筋分离 他说这个皮筋分离吧 他一定有他的优势 你感觉他多了一个功能 所以说他可能会厉害点 这两个机器您认为哪个更快一些 我看着感觉这个大的应该会快一些吧 你也认为大的 看着他大的 就是因为大 您上次比赛您也来了是吧 对对对 这次您支持哪一边呢 这次我是支持这个 你怎么这跳槽了 对 支持这边了 因为上次比赛之后 我感觉这个口感要比那个要好得多 上次苏时候那边输了 对对对 然后这次您又支持咱们大姐了 对对对 那行 那我们看看到底结果会怎么样 拭目以待 好 那苏时候大姐 那又看后面观众 好像对咱们的这个 评价也是 各有 都 优好有坏啊 是吧 还得我这个好 你还是认为您这个好 大姐您呢 认为呢 说话不完用啊 你避避以后才能知道真好叫好的 行 就因为这句话 我们还是按照上一次的比赛规则 在一小时之内 看两边 哪边磨的面粉更多 好不好 好的 那我们就马上准备 几时开始 好吧 来比赛开始 一声令下 新一轮的比赛开始了 新机器一上来 就表现良好 尽量 出粉 效率惊人 而传统队这边也依旧 发挥稳定 您看了他们这个比赛这一段时间了 您感觉两边哪边能赢的 我感觉这边能赢的 您也感觉他心急性能赢的 可是为什么呢 他跟双六人手在斗里面的 你感觉他这个挺清闲的 清闲的 这一人能推 那两人而已 我一家用过这个 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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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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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十大年推的时间还长了 您看那边那个机器 新机器感觉怎么样 大个机器出头的 就要想这样 不信心了 就算大家都以为 新机器一定会取得胜利时 苏师傅这边 却突然出了问题 您一直在瞧这个 这怎么回事啊 现在这个六人的 走了一点 来这儿啊 对 不得很方便 你刚才是不是倒一下 倒小麦倒锅了 我看你已经两袋小麦倒进去了 对 倒整袋一下 我拿个重点放一下 我拿个棍子放一下 我拿个棍子放一下 这是在干嘛 它就要吃住了 吃住了 蛮土的感觉 对 好啊 我看现在下面又正常开始下料了 正心了 慢慢吃 那不用帮你 这个麦子 吃着血 然后虎子都容易脏 给你脱脏 麦子有点湿了是吧 麦子可以湿了 有点湿 然后它就黏在那 对 然后这样 调整好机器 苏师傅和她的新机器 重新投入到比赛中来 传统队那边经验丰富 努力将墨头调整到合适位置 但是这连续的工作 石大姐还真是有些吃不消了 就在大姐这边开足马力的时候 新机器队那边人却不见了 原来苏师傅看自己的机器没什么问题 自己跑去旁边坐着休息去 这样掉以轻心 真的没问题吗 比赛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这次比赛的结果 究竟会如何呢 停了停了 这边已经超过一个小时了 两边都停一下了 这边也停了 把机器关一下吧 已经超过一个小时了 一小时的比赛结束了 两队还是用不同颜色的绳子 捆住面粉袋 上秤 测量结果 好 五十一百 一百 一百 这是二百 二百 二百 二百二十二 不爽啊 那接着我们撑下大姐您的 好了 看看您这有没有那么多 一百 一百一 刚才哪二百二 这是一百一 这正好 这正好是一万 真擌一百 一百斤 差一百一 正确的说 那不是二百二嘛 这不是一百一嘛 那您这个速度上 可是输给他了呀 这次啊 那个速度上输给不要紧 咱得看口感还是 上次比赛 那个就是他口感 就没输给您了 口感输了 那是不可能输你了 今天不可能 今天你可以 我就 我就还不相信了 你这个 不相信了 他随意 实际做的面试看看 就知道了 那要不咱们再比变 做的面试招着话 去那我们去找 咱们去找个拉面馆 咱们去把这两种面 然后咱们做成面条 咱们给大家品尝一样 行 行不行 那咱们再最后比一次 这次您说 如果这次苏师傅赢了 您怎么办 苏师傅有赢的话 他这台机器 我要定了 是吗 如果他赢了 这台机器您就要定了 要定了 于是 我们来到了现成的 一家拉面馆 像在这里 进行两种面粉的 终极较量 师傅 您好 我们是装电视台的 我们这边发明了 一个墨粉的机器 墨面粉的 然后我们再进行一场比赛 我想让您帮忙 把这两种面粉 做成拉面 做拉面 对 做个拉面 然后给大家品尝品 然后看一看 这两种面粉 到底哪种面粉 更好一点 行吗 行啊 请您帮个忙 行 好 谢谢您 来 把这个面粉给师傅 好了 就是这对 这是两种 分开做 好吧 行 辛苦您啊 由于这次比赛的两种面粉 与平时做拉面的高筋面不同 就算是拥有十多年拉面经验的师傅 也没有用过这种面粉 做过拉面 所以我们决定 先将这两种面 先试试看 能否做出拉面 传统对这边的面粉 活面的时候 可真是一波三折 不仅颜色发黄 而且拉面的过程中 也总是断掉 好在拉面师傅 技术过硬 勉强 还是做成了面条 而新机器这边 没出的面粉 颜色更白 在拉面的时候 好像并没有什么 太大的困难 甚至比拉面馆平时用的面 更有见到 师傅 现在咱们这已经把两种面 都已经做成这个面条了 是吧 对 那个叔叔 大姐 因为咱们这个拉面 也是要现拉现下锅 所以说 我们一会儿 我们先进去 你们就在这边等一下 然后一会儿看看 我们把面端出来 给这些在座的客人们 都让他们尝一下 看看咱们这两种面 到底哪一个更好吃一点 好吗 好 师傅 我们将两种面粉 全都做成了相同的面条 为了区分 我们的记者 在每个碗底 贴上了标签 带给这里的顾客 品尝一下 我们还发现 很多刚才看比赛的村民 也跟了过来 比赛的时候 看着您也在 对 您跟过来是 我想尝一下 拿个或吃 你想确定一下 对 那您尝一下 看看 行行行 那我尝尝 对 整个劲儿呢 您一尖就知道没劲儿了 是吧 这个感觉怎么样 这个好吃 这个好吃 对 那您猜是谁做的 那我也不知道了 是吧 不知道 那要不我们看一下 好嘞 好嘞 看看 您支持的也是苏师傅 您看这个后吃 这个有劲儿 品尝刚刚开始 苏师傅 苏师傅就连得两票 看来 这新机器做出的面粉 还真有些实力 随着面条一碗碗出锅 关于这口感的比拼 逐渐升温 虽然史大姐也得到了几票的支持 但是大姐的自家人 却把票投给了苏师傅 随着品尝的进行 最后几碗面也出锅了 记者决定 让两位参赛者也来品尝一下 这两种面粉 纸色的面条 嗯 这要挺好吃 感觉这个好吃是吧 那我看 看一下您选的是谁的 您猜一下 您猜这个是您的 定的是我的 肯定是您的 好吃 是吧 就就是 行 我们看一下 还真是您的 做 你看 您感觉哪个好吃呢 感觉这个 嗯 不给这个筋豆 这个不如这个筋豆 是吧 那这个 就是说这个能好吃一点 这个应该是好吃一点 那您猜 这碗是筋豆 我不知道 不知道 你怎么心里没底了 刚才是不是头发 好多豆腐酥是吧 然后你这个 没底了 没底了 行 那我们看一看 到底是谁的 看一看 看几乎酒吧 哟 这连您都认为 这个苏师傅的面粉好吃啊 没想到 连史大姐也认为 苏师傅这次摸出的面粉 口感更好 那就让我们一起看看 这投票结果 究竟如何 这一票 两票 三票 四票 五票 六票 七票 八票 九票 十 十一票 就是十一个支持您的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 看这边 是一票 两票 三票 哎呀 只有四票 咱们这个 四票 好像这个 好像是您 今儿确定输了 确定输了 这个口感上 全是那个 苏师傅那机器 全是好 更好一点 更好一点 我自己吃 就觉得苏师傅那好 是 您之前也说 如果它好了 你都投了一票 对 我又投了一票 今天就真投了它一票 对 投了它一票 这次我的输的心 我够输了 不投它一票 是吧 您这台机 今天算是 彻底赢了 哎 彻底赢了 发明人的皮芯分离墨粉机 采用锋利运送小麦 增加了一道筛网 将小麦肤皮与麦芯分开碾膜 在解放人力的同时 大大提高了面粉的品质 而且这台墨粉机操作简单 能够满足小型墨房的生产需要 为人们提供了一种 更为新型便利的墨粉方式 这台这个小型的墨粉机 采用了这种 圆滚式的这种墨碾 代替了这种圆锥形的墨碾 可以克服这种发热 对小麦的这样面粉的影响 采用这种锋利的 这种吸附的方式 来进行上料 同时呢 又增加了一套这种皮芯分离装置 使得这个墨出的小面粉呢 更加精细 所以这台机器 总的来说呢 效果还是不错的 如果呢 再进一步的增加一些 自动的这样一些功能 可能应用会更广 对于一个小型的 个体使用 还是有很好的应用 好的观众朋友 以上就是这一期 我爱发明的全部内容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 有什么好的发明和创意 可以和我们的栏目进行联系 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或者是新浪微博 在这里再次感谢 我们的资深科学顾问 彭孟华老师 光临演播室 进行精彩的点评 也感谢电视机前的您 收看这一期的 我爱发明节目 欢迎您继续锁定 特教频道 收看稍后其他的精彩节目 下期同样时间 我们再见 在于不论个大与个小 剖腹掏肠分瓣 进取出来全变样 片鱼不靠手工靠机器 厚薄均匀大小一致 比人工切得还要好 这个发明有新意 它到底是什么玄机 敬请收看我爱发明 鲜鱼片片 鲜鱼片平忌 启牛鱼片 調成 拱我